夜幕降临 摩都褪去了白日里的燥热 添了一丝凉意 城市中的万家灯光随着夜色一起渐浓 走出上海财经大学国定路校门 左右两侧却是不同风景 难免有人潮涌动的网红街道大学路 和热闹繁华的五角厂商圈 人们下班后会在这里休闲 逛街体验夜生活好不快活 向国定路的北侧看去 马路上骑车的外卖员和务工者 却无心观赏摩都夜色 街道上冲去着来往电摩托刺耳的鸣笛声和煞车声 车台飞速滑过 卷起一阵阵飞扬的尘土 转瞬又扑沫在夏日的晚风中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 有人放松自在自得其乐 有人盲目的一天却才刚刚开始 老尼烧烤店的招牌 在夜色笼罩下显得晦暗不明 走进店铺内部 店面面积不大 除了店主 店内还有两个伙计在帮忙 客人都称呼店主叫老尼 他今年35岁 来自河南省州口市神州县 我姓尼 就是尼平的尼 但现在好多人就是啥 不记得了 因为尼平现在这个人 年轻的这一代都不知道 因为就是005的 老尼从04年来到上海 给别人打工 到如今自己出来单干 在这座诺大的繁华都市 漂泊已有17个年头 我刚出来头几年三年 过年都没回回家 近几年 老尼和几个一同来户的伙计 开启了烧烤店 看见有客人进店 老尼便露出朴实的笑容 眼睛笑得弯弯的 食材丰富 价格厚道 烤羊肉串 烤鸡翅 烤土豆片 锡纸金针菇 爆炒螺丝等烧烤小吃 应有尽有 客人们刷刷点好了菜后 火鸡们便根据菜单 从冰柜中利落地取出新鲜的食材 进入内厨开始制作 内厨十分闷热 师傅将炭火铺开 聊上来的热气 扑了人一脸 搭上铁网 放上烤串 刷上一层油 翻面 再刷上一层油 如此反复 烤串发出滋啦滋啦的诱人声响 金黄赤红的肉 冒着亮晶晶的油光 土豆馒头是微焦脆香 鸡针里脊是滋滋流油 最后再撒上一层辣椒面 自然粉就大功告成 师傅将烤串 放入铺有吸油纸的铁盘内 乐呵呵地端到客人的桌上 我们是下午三点半就起来了 一直到晚上 凌晨 一直到凌晨大概五六点钟 就才开始等你的关门 然后回家睡觉的时候 就七八点了 吃烧烤怎么能不喝酒 拿起子扑的一声 开瓶啤酒倒入杯中 一口酒一口肉缩个螺丝 年轻人谈天说地 中年人闲闹几句家常 老泥烧烤店 让人们紧绷的神经下了闲 因为心疼妻子跟着自己受苦 老泥决定让妻子回河南老家照顾孩子 自己一个人留在上海挣钱打拼 没了妻子的陪伴和照顾 老泥觉得日子越发难熬了 但是为了家中的妻儿 她不得不独身一人照看店面 为了一家老小奋斗 就这样她把店从美食城搬到了客流量很少的国定路东侧 老泥说今天一天能接上从前的一半也就是一百单 就算是收益不错的一天了 谈到女儿 乐观开朗的老泥的眼角却悄悄湿润了 她说自己再干五年就决定回老家了 因为小孩都在家嘛 有时候小孩嘛也挺想 就这一句都挺想我的是吧 有一次我老婆带我 带我儿子女儿回家 不是放检回去嘛 然后我女儿走到家门口就说 爸爸开门爸爸开门 然后我老婆跟我女儿讲吧 你爸爸带上海去 发现有时候听到心里挺嫩 就是挺内久的 这问题是说的不说的 对于她而言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 才是永远温暖的港湾 这个中原汉子表面看着粗胯豪发 可是内心却比谁都来得细腻 他把对家人的爱和牵挂 隐于唇齿之间 藏于岁月之中 自己扛起男人的责任 萧伯的日子里 想着远在老家的妻儿 是他唯一的慰藉 常说一句话 落下追根似的 感觉到就啥 在上海就没有在家那种 家那种亲切感觉 有时候感觉到在家里 有什么事 不管是开心的或不开心的 在家里都有人 在家在一起喝酒 在上海就不一样了 这一天到晚就忙碌着 感觉到就是多余的空间时间 好像就是没有了 就是在那里 一千个烧烤摊上就有一万种烤串 一根根精心穿制的烤串 经过炭火的烤制 色泽鲜美 完全保留了食材的美味 烧烤的焦香层次感分明 烤串与唇齿接触那一刻的绝妙体验 让人收获意犹未尽的满足感 在各种味觉的刺激下 我们大哭 我们大笑 我们无话不谈 我们感受到的东西 远不止于味觉 深夜的烧烤铺里 一厢求学的大学生 暗自私乡的中年老板 失意得意地漂泊着 情感上碰撞产生的巨大共鸣 让小店承载了浓浓乡愁 但是一厢人在老泥这里并不孤独 炭火不仅炙烤食材 也驱散了漂泊的寂寥感 一杯小酒 一盘烤串 小店的烟火器中 满是对未来的期待和热爱 走出老泥烧烤店时 已接近凌晨 老泥掀开帘子 热情地送客人出门 原本嘈杂的街道 早已安静下来 透着无声的静谜 浓浓的夜色 映得老泥烧烤店的灯光 温暖而明亮 老泥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